有時都頗難明白 為何部分社會人士有這麼大的一份恐童感 高院袁仲廷大約三年前裁定 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 是可以享有遺產繼承權 同伴侶在英國結婚的一位男同志 在2020年不滿意同性伴侶 如果武立遺囑 他的配偶在香港無法繼承遺產 就此事提出了司法覆核 這種司法覆核案最原先的申請人是吳漢林 吳漢林在等候聆訊期間離世 他的丈夫李奕浩接手繼續這件案 原審法官周家明說 遺產條例是關乎與死者有關或受養人的利益 條例其中一個目的 就是要保障死者有道德責任供養的人 不僅是異性伴侶才有這個義務 周官認為條例對同性和異性伴侶作出了差別的待遇 因為這樣認為是屬於違憲 所以裁定上訴方李奕浩是勝訴的 高院袁仲廷裁定海外結婚的同性伴侶 是可以享有遺產繼承權的 整件案的關鍵是 沒有遺囑者遺產條例 和財產繼承 供養遺產及受養人條例 列明有效婚姻 只是含蓋異性伴侶 不包括同性伴侶 意味一旦同性伴侶 無立遺囑的情況下細細 另外一半就無法繼承他的財產 所以律政司不服 不服高院的袁仲廷裁決 決定是提出上訴 上訴有結果 上訴庭法官張宅有 袁家齡和歐慶祥 一前一致駁回律政司的上訴 在訴訟期間 律政司先指出 基本法是賦予異性伴侶特殊地位 我們香港遺產繼承制度 亦是以異性伴侶有責任 終身被照顧為前提來做 但法官歐慶祥不同意 他表示 法例的有效婚姻 是包括以外國法律替結的婚姻 從遺產分法 賤養費的對象 亦包括死者父母和兄弟姐妹 因此看到不是殖根於異性婚姻的關係 律政司又指出 維持異性伴侶享有遺產繼承權 才有在於保障傳統婚姻的地位 才會鼓勵異性戀者結婚和組織家庭 即是這樣 好像吸引人加入私人俱樂部成為會員 才享有特殊福利和權利 但歐慶祥不接納這個說法 歐慶祥引述終審法院 在受養人簽證QT案的判詞 指出政府以沒有在本港結婚為理由 來講明異性和同性伴侶的待遇差異 就是屬於一個循環論證 即是致圓其說 中原早已駁回傳統婚姻 是可以享有特殊核心權利的主張 因此這件案原審裁決是沒有犯錯誤的 律政司又指出 遺產法例下的婚姻只限於異性伴侶 來確保和其他法例的定義一致 即使法例包含一夫多妻的舊式婚姻 目的都在於顧及中國法律和習俗 最終只有一夫一妻制是獲得香港認可 歐慶祥批評這個說法根本不著邊際 指律政司沒有辦法證明 遺產法例是排除同性伴侶 和維持行政效率之間有一個合理關聯 另一位法官張澤佑指出 即使這件案申請人曾經訂立遺囑 亦可能被裁定無效 導致另一半沒有辦法受惠於遺產條例以繼承物業等等 他認為遺產法例是因為性經向而構成的差別待遇 顯而易見 因此駁回律政司的上訴 上訴庭這次用了不少的篇幅 是引用同性伴侶受養人QT 申請簽證的這件案件 和梁振剛公務員配偶福利案的中院裁決 潘池指律政司一方曾經說 假設社會就同性婚姻達成共識 政府就會審視婚姻制度牽連各種事項 法官張澤柔引述梁振剛案件的判斥 指以共識為解釋方法本身就是有問題 這是一個inherently problematic的問題 因為法庭的職責是裁定人權議題 特別是少數人的權利 少數人的權利又怎可以用多數人的意願去決定 法院的裁決 上訴庭的判斥提到 同性婚姻終審法院上個月都裁定了 香港人權法案和基本法保障的婚姻自由 限於異性婚姻 但是這樣 終審法院同時都要求政府確立一個替代框架 承認同性伴侶關係 由裁決日起 暫緩裁決兩年等政府去做事 就上訴庭這次的裁決 政府還會不會上訴還是未知之數 不過其實最好都是在這裡停手 正如今次被上訴一方 Henry 李易浩透過律師樓表示 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他和Ager兩個人的婚姻關係 就好似在傷口上灑熱 希望政府能夠尊重判決 計上上星期二 10月17日 確立同性伴侶申請公屋和共同入住居屋的權利 再加上10月24日 確立同志享有遺產繼承權的判決 上訴庭已經在香港法庭第七次確認法例保障同志權益 上訴庭這次的裁決 再一次觸及同性婚姻的議題 雖然中院早已在岑子結案一致裁定 同性婚姻不獲香港法例承認 但仍然指令政府要集中落實岑子結案的裁決 去確立一個替代框架 去承認同性伴侶的關係 政府與其花時間在這些上訴案 不如更加集中精力 去落實終審法院的裁決更好 同性婚姻 Same Sex Marriage 或者同志婚姻 Gay Marriage 世界各地都是一個非常大爭議的題目 但有不少地方在這方面 都走得比較前 究竟有甚麼地方是走得那麼前呢 看完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 或者大家可以利用這段時間 打個電話5566-8299 又或者可以在以下description的欄目當中 按入相關的連結 做一個簡單的登記 去到法在生任何一間分店 只要表示你是智雲頻道的觀眾 可以無條件獲得一支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止釀洗髮露 你是無需作出任何消費的 我重複一下 是無需作出任何消費 都會送你一支極方便又好用的 旅行裝發在生殺菌止釀洗髮露 快點打電話5566-8299 洗髮時脫掉很多頭髮怎樣損 頭髮問題和AI討論 不如和黃先生討論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藥補充頭髮營養 就可以達到防脫髮固法的功效 發在生止脫固法療程 有助頭髮健康生長 打電話和我討論一下 婚姻平權 婚姻平權 是現在比較符合現今政治面的一句用語 即是指所有人不分性傾向或性別 都享有彼此替結法定婚姻的權利 現在全世界有34個地方 在法律上整個區域也好 或是部份區域也好 是允許同性婚姻的 荷蘭是最先第一個地方 還有比利時、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 葡萄牙、冰島、阿根廷、丹麥、巴西、法國、烏拉圭、紐西蘭、英國、勞森堡、墨西哥、美國、愛爾蘭、哥倫比亞、芬蘭、馬爾他、德國、澳洲、澳地利、阿國多、哥斯達利加、智利、瑞士、斯諾維尼亞、古巴、安道爾 你們是否覺得為何沒有一個亞洲的地方在名單上 其實是有的 就是台灣 另外愛爾莎尼亞將會在202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台灣是亞洲地區唯一一個立法賦予婚姻平權 就算很少的傳統社會將同性結合視為一種婚姻形式也好 但是根據歷史文本和人類學民族志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社會 對同性關係的結合都有不同範圍的接受程度 而同性之間作為情人眷屬、同居生活甚至是替結婚約都有 在古代的部落民族和文明社會當中 這方面的情況不是完全沒有中型的 由中國名稱時期兩個男子拜堂成親的所謂成為契兄弟 到吳願出嫁給男子兩個女子同居共營生活的截所女 以及美洲原住民具無依身份的雙齡等等 都可以視為古代同性或非異性戀的伴侶 共同生活的歷史見證